加州麻疹疫情继续蔓延 目前传出阿拉米达县 有超过30名儿童被隔离 他们疑似在凯撒医疗中心 和一名没有施打疫苗的病童接触 这30名的孩童都会被隔离一个月 以确保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凯撒医疗网表示 他们还在追踪 是否有其他孩童和这30名孩童 一样与病童有过接触 在加州 绝大多数的麻疹病例 都是因为去过迪士尼乐园 自12月起 加州已确诊59起麻疹病例 而也有9名来自外州 前往迪士尼乐园的观光客 是染上麻疹 加州政府已经发出呼吁 一岁以下的小孩 以及还没有施打过疫苗的人 不要前往迪士尼乐园